第一381章轰动 千知 今日作画 为什么 叶福天内心震动 纵然他并不怎么相信 先知真拥有预测古今之能 但毕竟是一位极为强横的存在 而且 就连朱燕妖皇太子这样的人物 都愿意前来拜见 并且非常相信他 意味着先知本身必是有过人之处的 不仅仅是朱燕妖皇太子 这里许多顶级大妖后人 之前 先知似乎想要从他身上窥探什么 使得他内心冷漠 隐隐感觉有些不对 而且有些愤怒 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在他刚走出先知宫的刹那 妖都传奇人物 诸人前来拜访的先知大妖 称泄露天机太多 今日作画于此 这是 因为他吗 千知 是否真的看到了什么 他的死 究竟是泄露天机太多 还是他不想再泄露天机 这一刻 他忽然坚决的自己有些看错了 或许 先知真的如同传闻中的那样 拥有预言能力 他能够看到一些东西 因此不想泄露天机 才与此作画 但如若是不想 那么 他究竟是谁 先知口中的大人物又是谁 此时的叶浮天 感觉脑子有些乱 这种感觉很怪异 不久前他还有些愤怒 但此时 却生出一种无法言明的感觉 不仅仅是叶浮天 周围的妖界强者都震撼地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被这一幕给惊呆了 先知作画 这可是先知一族最后的先知 他今日竟然称泄露天机太多于此作画 既然如此 他又为何要在这几日陆续召见诸人 泄露天机 是因为之前他传出的消息吗 妖界将有大变故 天狱界也一样 有大人物将至 他召见诸人 泄露天机的同时 是否也是在窥探天机 这时 苍穹之上风云变色 一道道窒息的威亚从天而降 这气息简直害人 周围无尽地狱的许多大妖 甚至有匍匐在地的冲动 妖族对上 为这气势的感应会更强烈 这事 有妖黄降临 而且不仅仅是一位 苍穹之上 不断有威亚降下 无数道神念扫荡而过 甚至 有大妖直接横跨虚空而来 也有大妖以大神通凝聚出虚幻身影 出现于仙知宫的上空之地 他们皆都震撼地看着那作画的仙知身影 内心掀起惊涛巨浪 仙知 究竟为何如此 有妖黄开口问道 他们不明白 仙知地位超然 平日里纵然是他们求见 仙知不见便也不见 在妖界 纵然是站在巅峰的大妖都不会动 仙知一族这尊最后的仙知 这也是妖界的共识 而且 真有大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们也会前来求问仙知的意见 当年人类和妖兽大战 仙知一族也是发挥了极重要作用的 妖界顶尖大能人物都不舍得动仙知 他想如何便如何 但为何 如今这仅存的仙知 要自甘作画 是因为他欲知道了什么吗 何故如此 又有妖黄虚引凝聚而成 叹息说道 难道仙知不知您在妖界的位置吗 这是我的节 诸位不必伤感 仙知开口说道 一切皆有定数 诸位不必追查我的为何会作画 没有什么原因 也不必去刻意改变什么 顺其自然就好 虽然妖界将会震荡 但诸位顺应大事 妖界终究还是妖界 会矗立于天地之间 诸妖黄安静地听着 都将仙知的话放在心上 仙知临终之言 自然是肺腑之言 他们当谨记 起源山脉之地 先知有何建议 有妖黄开口问道 起源山脉对于妖界而言极为重要 乃是妖界起源之地 如今有人类修行者 踏入起源山脉之中 他们一直在想该如何 如今 最后问一问先知的意见 一切自有定数 顺其自然变好 该发生的一切终将发生 时间到了 你们自会明白 先知声音传出 依旧显得极为缥缈 他的身影越来越虚幻 仿佛在那大道之火下 渐渐要化作灰烬 我的时间到了 该去陪伴先知一族先祖了 先知常叹一生 身为先知一族仅存的先知 他也会感到寂寞 如今 终于解脱了 妖族朱强者神色肃穆 皆都凝望先知所在的方向 甚至 一些妖皇人物都朝着先知所在的方向 微微躬身 道 先生走好 见到朱妖皇如此 浩瀚无尽的空间 苍穹之上出现了无穷无尽大妖 进阶对着先知所在的方向躬身行礼 为其送行 只见先知的身影越来越飘渺虚幻 只知化作无尽光点 宛若星光般 将浩瀚天地都点亮来 随风飘散 许多妖兽身出手 光点从掌心划过 浩瀚无尽的虚空 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悲凉之意 从此妖界 再无先知 夜浮天站在下空之地 同样能够感受到这股气氛 看到苍穹之上出现的一尊尊妖皇身影 随意望去 竟能够感受到数十位妖皇的气息 这是何等可怕的阵容 而且 还有许多没有到的妖皇在看着这里的一切 这一刻 他仿佛才隐隐明白了先知在妖界的地位 然而正因为此 他的心情更加的复杂 先知 是因为他而作画吗 谁是最后见到先知的 这时 虚空之上 一尊妖皇人物开口问道 甲方 一道道目光落在夜浮天的身上 好天仙门的江墨 泛镜天诛圣女 以及天狱神朝的人都露出一抹怪异的神色 之前他们见夜浮天那么快出来 都以为夜浮天失望而回 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震动妖兜 先知作画 会有夜浮天的原因吗 不过这种念头只是刚一闪过便被他们否决掉来 这应该不可能 先知是何等人物 妖皇都需等待照见才能够见到 在整个妖界的地位都是超然的 他们之前也都进入先知宫见到过先知 对方只是一道眼神 便能令他们沦陷 对方能够看穿他们的一切 要知道 他们本身也是顶尖人物 在先知面前 就如同婴儿般 夜浮天的天赋纵然再强 也和他们相差不会太大 先知的死又怎么可能和他有关 只可能是在他之前 先知已经疲惫了 有了作画的念头 至晚辈最后见到先知前辈 夜浮天看向高空妖皇回应一声 所有人都看着自然躲不过 先知说了什么吗 那妖皇开口问了一声 最后一个见到先知的人 竟然是一位人类修行者吗 这么说来 先知应该没有留下什么 先知看了我一眼 便让我离开了 没有留下什么 我出来知识本有些愤怒 但之后的一切 令晚被惶恐 夜浮天回应说道 那妖皇听到他的话点了点头 没有追问什么 先知说了 不要去追查他为何而作画 只是时期到了 一切皆有定数 妖界先知 自然不可能因为一位 圣境的人类修行者而死 那妖皇叹息了一声 可惜了 他依旧还未走出来 先知就这么作画了 没有原因 没有留下什么 要不要查一查 这里的所有人和妖兽 有妖皇人物开口说道 先知知死 是否会因为今日所见 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什么 不必了 先知临死前一言 你也听到了 何必多此一举 顺其自然吧 又一位妖皇开口说了声 其他妖皇没有多说什么 随后纷纷踏步离开 苍穹之上 那一道道可怕的气息 也都陆续散去 没有过多久 这片天地间的一切 又都归于平静 只有不少圣境妖族 强者聚集于这边 看着先知公 今日本还有许多大妖想要求见先知的 但如今永远没有机会了 我们先走吧 叶福天身旁 下清冤低声说道 在这里 大概除了余生之外 他知道的最多 当年父皇曾隐隐对他透露过一些 至圣道宫一战 叶福天暴露了一些东西 父皇亲自下令封锁一切 后来 赵叶福天入上戒天 将和那件事有关的一切都抹除掉 只有至圣道宫的人知道那件事 而且他知道 就连至圣道宫 都始终在父皇的视野之中 当年入下皇宫的人物 他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必然是极可怕的存在 叶福天的背景 极有可能是极大的秘密 大道人皇都不能亏是一二 那么 先知见到他之后便作画 其他人因为不清楚 叶福天的情况 不会往这方面想 但他不得不想 很有可能 就是因为叶福天 只是先知竟然选择作画 让他也极为震动 究竟先知看到了什么 叶福天身上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他不想去想 但这里是是非之地 他们必须要先行离开 叶福天身边不少人都隐隐知道一些 但他们都保持着沉默 齐玄刚也道 走吧 他也是能够看大道命数之人 今日所发生的一切 也让他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 纵然他已经非常高看叶福天了 但如今看来 他这弟子 依旧比他想象中的命数更强 强到他无法去推测预知 妖界先知这方面的能力 必然是原胜于他 第1382章狐狸经 叶福天一行人脉步离开这边 有不少人盯着他们 却也没有蓝 他们终究还是不可能将妖界传奇人物先知的作画和一位人类圣经修行者联系到一起 没有问他的消息吗 一行人虚空迈步 下青渊对着叶福天传音问道 叶福天摇了摇头 传音回应道 我并没有说谎 见到先知之后 什么也没有问 他也什么都没有说 叶福天突然想到 他应该问一问的 只是 他刚踏入先知宫内 先知便直接以红色的眼瞳窥视他 随后双瞳睡雪 这种情况下 他走都来不及 又怎么可能问什么 那是他哪里会想到 他出来之后先知会直接选择作画 也正因为此 他才改变了一些之前的想法 先知作画 应该和你无关吧 旁边 朱照突然间对着叶福天问了一声 叶福天心头围动 他看向朱照道 你认为呢 朱照摇了摇头 这样的念头 他自己都觉得有些疯狂 那可是妖界独一无二的先知 怎么可能因叶福天而作画 这件事太蹊跷了 顾天行入妖界起源之地 妖界各方强者齐聚而来 先知公传出消息称天欲界将会有大变 之后先知连续召见他人 直至作画 看来这次妖界真的不太平 朱照双眉上挑 似乎在思考 做观其辩吧 叶福天开口说了声 你三师兄究竟是什么人 朱照问道 他如今自然已经知道 叶福天和顾东流之间的关系 一切都因那位顾师后人而起 若不是他出现 顾天行怕是不会现身 我怎么知道 叶福天耸了耸肩道 我听人禀报 很多人猜测他是顾天行之孙 当年顾天行唯一的子嗣 天欲界好天仙门绝代妖孽顾江南之子 只是当年没有人听说他有子嗣 朱照道 说起顾江南 当年他在妖界也是听说过 这位好天仙门绝代风流人物大名的 好天仙门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人皇级存在 顾江南 叶福天难难低语 道 他有什么故事吗 当年被认为有机会超越顾天行的存在 和天欲神朝太子爆发矛盾 被围剿诛杀 正因为这件事 顾天行学习天欲神朝 引发一场滔天风暴 那一次震动了整个天欲界 朱照环环道 说起来 我也觉得天欲界之人的猜测是对的 也只有顾江南之子 才有可能引出已死的顾天行 而且他身上设有大风尽之术 恐怕也是顾天行以及当年顾世十二线索部 人皇都无法窥探出来 你这师兄 怕是要让天欲界不平静了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叶浮天没有多说 无论三师兄是什么身份 都无关重要 他只知道那是草堂三师兄 你没看到各大妖皇人物都已经到了吗 如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安心等待 看他们怎么做就行 朱照道 好 叶浮天点头 在妖界朱照比他更熟悉 以他的实力 也无法左右得了什么 如今 跟着其他人的确是最合适的选择 一行人便在妖兜注下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妖兜极为热闹 之前顾天行出现在起源山脉的消息 就引发了妖界一股地震 无数大妖前来查探 如今这妖兜已经聚集了许多顶尖妖族 暗潮涌动 无论是前来探知消息的人类修行之人 还是妖族强者 都在为进入起源山脉做准备 起源山脉被誉为天狱界妖族起源之地 有着诸多传说 乃是妖族禁地 但如今已有人类修行者踏足其中 他们不得不进去 对于天狱界而来的人类修行者 他们需要知道顾天行的消息 此事影响极大 甚至将可能影响到整个天狱界 妖东 虚空中 此时有一行身影欲空而行 最前方的是朱兆以及叶福天 他们似乎在赶往某处地方 刚有消息传来 各大妖族都在未入起源山脉做准备了 这次很多妖族强者前往天狐宫 想要借助天狐一族的能力 朱兆开口说道 不过天狐一族生性狡诈聪慧 想要利用他们 怕是要被狠狠地宰上一笔了 天狐一族有什么特殊能力 叶福天问道 妖兜天狐宫本身便是妖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 甚至要超过先知宫 因为先知极少召见他人 即便妖皇求见也难见到 因此平日里基本是没什么妖族强者去的 天狐宫则不然 天狐宫开辟了妖兜最大的交易之地 这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了 这其中除了特殊天赋之外 还离不开天狐宫一族过人的智力 朱兆对着叶福天解释道 天狐一族智力超群 有许多妖族的强者称 天狐一族平均智力可能是妖族最高的种族 老谋深算 当年弱小的时候便很好地游走于各顶尖势力中间 时至今日 他们本身也是极强横的妖族势力了 而且 和许多顶尖大妖族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那些顶尖妖族不会动他们 其他妖族不敢动 天狐一族的强者拥有诡异的变化能力 而且 他们还拥有极强的魅影幻术 绝对是进入过起源山脉次数最多的妖兽种族 天狐一族将起源之地当作他们的宝库 时常进入其中从起源山脉中挖掘宝物出来 随后公开开卖 再加上他们的经营能力 渐渐让天狐功成为了妖兜赫赫有名的交易之地 甚至被誉为妖界第一交易地 朱兆道 你要知道 妖族和人类不一样 大多妖族都不擅长这些 更喜欢直接好取抢夺 人类修行界虽也是尔虞我诈 但更深沉 表面上更文明些 因此交易之地反多 这么说 请天狐一族帮忙 本身也是一场交易了 叶福天问道 天狐一族自然会这么看 如今各方强者都想要入起源山脉 想要借助天狐一族的力量 便等着坐地起架吧 朱兆开口道 叶福天微微点头 还有 天狐一族的女妖可都是狐狸精 朱兆看了叶福天一眼笑着道 大哥你可别被狐狸精勾走 女人族公主笑着说道 那要什么级别的狐狸精才行 朱兆的声音中营营有几分不屑 虽然许多妖族有某些特殊癖好 但他对于此一点兴趣都没有 到了 朱兆目光指向下方 在那里 有一座盛大的宫殿群 宫殿最高处四海有云雾弥漫 宛若仙境般 透着飘渺仙气 这天狐宫 战地极为辽阔 远比先知宫那座单一的宫殿气派太多 下去吧 一行人身行朝下方降落 来到天狐宫外 只见这里极为热闹 聚集着各类妖族强者 其中还有少数的人类修行之人 除此之外 还有极引人注目的便是朱兆所说的狐狸精 天狐一族年轻的女子化行为人都生得极美 肌肤光滑如洗 吹弹可破斑 身上像是仙尘不染 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眼睛 那双有着完美弧度的眼睛 只是看一眼 变像是要勾走人的魂魄 定力不强的妖族强者已是神魂颠倒 叶福天他们落地之后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 毕竟这里妖族强者如云 倒是有几位天狐一族的年轻女子朝着他们走来 他们走路至时都有着奇特的魅力 那双狐狸眼睛看向他们 纵然习惯了美女 叶福天依旧感觉这些天狐一族的女子 有着一种天生的魅力 公子可是天妖城的太子 一位女子看向朱兆开口问道 朱燕大妖并不多 朱燕一族主要便是在天妖城 由朱燕妖皇统侠 天狐一族向来能够左右逢源 对于妖族各势力自然是极为了结的 听闻天妖城有四兄 以妖皇太子朱兆为首 似乎就在眼前 朱兆扫了这女狐一眼 虽然能够认出他们身份并不奇怪 但一位闲者级的妖兽能够一眼就认出他来 依旧还是有些过人之处的 朱兆淡淡的点了点头 随后没有看对方 眼眸看向前方 太子稍等 女子似乎明白了什么 躬身后退 脸上带着勾人的笑容 片刻之后 便有一位气质更为超然的绝美女子走来 一颦一笑皆是动人心魂 狐妖儿见过太子以及诸位殿下 这女子微微浅身 竟是一位正圣之敬的狐妖 但却丝毫没有半点架子 将姿态放得非常低 她眼睛在朱人身上扫了一眼 落在叶福天身上之时停留了片刻 眼神像是能够掠走他人的魂魄 这位公子便是叶公子八 狐妖儿浅笑着说道 叶福天有些差异地看了对方一眼 能够认出朱燕妖皇太子不奇怪 一眼能够认出他来 天狐一族看来对于消息非常灵敏 千子客气了 叶福天回礼道 妖儿只是一介妖精 哪里敢称仙子 公子称我妖儿便好 狐妖儿微笑着说道 他说话知识浅笑低眉 眼神深邃 叶福天只感觉要弥足身陷般 魅树 叶福天心中暗道 我们是来做什么的 旁边的夏清渊冷淡地开口说道 将两人的对话打断来 他目光盯着狐妖儿 眼神隐隐有些不善 果然是狐狸精 第1383章交易 狐妖儿眼睛看向夏清渊 天狐一族智力非凡 自然听得明白 夏清渊目光和他对视一眼 看到狐妖儿的那双眼睛 心中暗道不愧是狐狸精 即便他是女人 都能够感觉到这双眼睛勾人 诸位殿下和叶公子都是贵客 请礼面请 狐妖儿目光一开 微笑着说道 寻常妖族强者到来 天狐一族是不会亲自派遣 和新弟子迎接的 统治天妖城的朱燕妖皇 可不是寻常大妖 其实力可是极为强横的 朱兆点头 狐妖儿带着一行人 朝着人群内部走去 穿过外围空间 外面的妖兽和人类都少了许多 前方有一块独立的区域 被围了起来 寻常妖族是不能踏入的 只有身份不凡的妖兽或人类修行者 才有资格来到这里 叶福天扫了一眼人群 不由得露出一抹一色 他竟然还看到了熟人 紫霄天宫的强者 竟也在这里 看来也在为踏入起源山脉做准备 想要请天狐一族的强者帮忙 紫霄天宫的人自然也看到了叶福天他们 神色略显有些冷漠 叶福天带人挑紫霄天宫 这件事怕是过不去了 而且叶福天竟然已经和朱燕妖皇太子混在一起了 看来那日之后 他们就同行了 其他妖族强者也同样扫了朱兆他们一眼 不过并没有太在意 能够到这里的人 身份都不一般 纵然知道朱兆的身份 也不会太在意 今天我们天妖宫有几件好东西 都是来自起源山脉 诸位殿下和叶公子可以看看有没有兴趣 狐妖尔声音极为温柔 还透着一股奇特的魅力 叶福天他们都听着非常舒服 只有夏清渊始终冷着脸 时不时扫向狐妖尔 而且这里不仅仅有狐妖尔在 其他大妖和人类身边 也都有一位天狐族的女子 皆都是人间角色 这种与生俱来的颜值 恐怕人类修行女子都会嫉妒 这么巧吗 叶福天笑了笑 如今因起源山脉之事风起云涌 许多顶尖人物前来想要让天狐族帮忙 天狐一族却拿出起源山脉的宝物出来 这种时刻 无疑能够更好的推高其价值 此时 前方有人朝着这边而来 一位浑身揭白的天狐族老者走在最前方 后面不少女子抬着一棵乾坤树 乾坤树的树枝之上挂着一件件奇特之物 天狐族的强者将之放在人群前方 那白发白须白衣的老者看向猪人 开口道 乾坤树上之物皆都来自起源山脉 不过 具体用处和能力不强 在场的猪卫可以公开交易 周围妖兽和猪人的目光都看向乾坤树上的宝物 旁边胡妖儿道 若是公子想要仔细看看 可以和妖儿说一声 我会去将之取来让公子近距离看清楚 能够来到这里的人 有资格近距离观看这些宝物 从而判断其价值 不过我要提醒叶公子一声 这些宝物有可能远远高于交易价格 但也同样可能一文不值 胡妖儿温柔说道 天狐公的交易这么与众不同吗 叶福天笑了笑 人类交易之地 主人会先行判断宝物价值而后开个底价 在这里 似乎不太一样 嗯 胡妖儿轻轻点头 这些东西都是来自起源山脉 那里有很多宝物都极为不凡 但也有普通之物被我们捡到带出来 需要自行判断其价值在出价 我们天狐公都是没有动过的 明白了 叶福天笑着点头 不过 天狐公想必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吧 极有可能预先有一个评估 他看向乾坤树上的一些宝物 都有些奇特 譬如 有一个巨大的妖兽弹 上面似乎还有封印 一时无法入侵 怕是不好判断里面究竟是什么 有一柄生锈的刀 而且有裂痕 但依旧能够窥探出这把刀的原貌必然极为霸道 而且 秀记刀锋之上 隐隐还弥漫着一股刀意 像是多年来都不会腐朽消散 可见当年这把刀的刀意之强 这把刀旁边则是一柄有着生锈剑翘的剑 剑和剑翘之间似乎有一道缝隙 从这道缝隙之中 隐约能够看到一道强光射出 但却也感受不到气息 很难推测出是什么级别的剑 在旁边 则是有一节骨头 没有任何的气息 也不知为何会被挂在那里 诸位可以挑选看看 白发老者对着诸人开口说道 他自己也将位置让出 后退到乾坤树的后面 剑给我看看 夜伏天手指指向那柄有着生锈剑翘的剑 开口道 好 狐妖二点头 往前走去 他将剑取过来到夜伏天身前 双手捧在那 夜伏天眼神中闪烁着一缕奇异的光芒 意念入侵其中 却被一股无形的剑翼所挡住 天狐族的老者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夜伏天想要看到里面的情况 又怎么可能 片刻后 夜伏天抬头看向天狐公老者道 什么架 这柄剑 我天狐公从起源山脉拿到之后一直不曾动过 这也是天狐公所有交易之物的规矩 只要拿出来交易之物 就一定是原封不动的 因此 天狐公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级别 但我们天狐公有一个预估 此剑 有可能是仁皇曾经使用过的剑 老者开口道 也可能是绣剑 夜伏天说道 如果真的如同对方所说 他愿意相信天狐公没有动过 但至少天狐公的强者是品鉴过的 心中有些数 他们一定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拿出来交易的宝物中 必然有很多废品 其中藏着一两件珍宝 的确 老者笑着说道 所以 此件的价格 便按照人皇之下的极限来评估作为它的底价 看诸位谁出的价高了 谁想要 可直接传音于我报价 只有一次机会 谁出的价格高 便归谁 只有一次机会 这也是天狐公的规矩 能够制造紧张情绪 凡是从起源山脉出土之物 很多都非常不凡 被人所争夺 不过对于这柄剑 诸人的兴趣似乎没那么大 好 夜伏天点头 随后对着老者传音爆出了他的出价 老者神色闪烁 似乎还在聆听什么 但是事实上 其他人都在观望 没有出价 对于这柄剑 性质不是很高 这剑 还有报价的吗 老者问了一声 目光扫了一眼在场的人 无人传音于他 他笑了笑宣布道 那么 就归公子了 恭喜夜公子 胡妖二微笑着说道 夜伏天取出一枚储物戒指 将之交给胡妖二 他则是拿去交给老者 老者检查过后笑了笑道 公子要试试让剑出窍吗 我也有些好奇 这是什么级别的剑 无尘 你来吧 夜伏天将之交给身边的夜无尘 夜无尘右手接过 随后左手抓着剑翘 右手拔剑 只一瞬间 一道刺眼的剑光闪耀亮起 浩荡气息席卷周围天地 剑通体璀璨 隐隐从中传出一缕黄道气息 极为惊人 夹光中 夜无尘面孔也被照亮来 他盯着这柄剑 内心微有波澜 的确是人黄使用过的剑 蕴藏人黄之意 身后无数嘈杂之声传出 一片哗然 也不知夜伏天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不过既然是人黄使用过的剑 夜伏天应该是赚了的 而且 可能赚了很多 这下手倒是很果决 不过 还有很多宝物 都有机会 此物看看 这时 同时有人抬起手指向一物开口说道 他们所指的方向 是靠在乾坤树上的一棵巨石 这巨石像是经历了无数年的封杀 但石头里面 似乎抱着一面碑纹 碑纹之上 还刻有字迹 这些字迹竟然蕴藏到意 而且释放出淡淡的光芒 将整块巨石点亮来 而且 他们看到的字迹只是冰山一角 只有最上面的几个字 石碑这种宝物 石尘被用来刻鲁功法和神通法术 或者强大的修行者修炼时所留下 因而在许多人看来了 这块巨石有极大的可能会出土价值极高之物 很多人 都想赌一把 看看巨石内的石碑是什么 诸位一位未请 老者开口说道 有天狐族女子将石碑捧起 朝着那些想要的人走去 叶福天没有去争 他也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 不过 第一件宝物 天狐一族已经是吃亏的 那么 其他宝物还能都吃亏不成 既然天狐一族号称智力超群 想必不会那么简单 不过 此时他的注意力在另一件物体之上 而且那一物毫不起眼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 叶公子和诸位殿下没兴趣吧 这石头似乎很多人想要争夺 如若是大能人物客自留下之物 那么其价值会极为惊人 胡妖儿对着叶福天他们低声说道 我可没他们富裕 叶福天耸了耸肩笑道 来自启元山脉的宝物都是价值连城 甚至是任黄吉的都会时常出土 这种情况下 他虽然修炼上的资源还是够的 但和其他人争夺 怕是没戏 第1384章一节骨头 胡妖儿眉眼带着笑意 道 叶公子说笑了 不过 人类修行之人喜将功法神通之类刻录在石碑上 化作强大碑文 启元山脉当年发生过妖族和人类强者间的惨烈大战 诸多黄吉人物买谷山脉之中 如若这么推测 这碑文是某位人黄留下 的确是大概率 叶福天看着胡妖儿 只见胡妖儿眼睛很亮 透着真诚之意 仿佛并没有其他用意 或许吧 只是 我不想赌 叶福天开口道 而且 他并没有撒谎 要论身家的话 他的确还差太远了 这天狐公 倒是一个机会 可以以小博大 当然 他不是纯粹的赌 比起其他人 他还是有极大优势的 能够利用某些能力 看出一些来 你若是资源不够的话 我可以借给你 旁边的朱赵对叶福天开口说道 不必 叶福天摇头 那我试试 朱赵问道 没必要赌 叶福天依旧摇头 朱赵看了他一眼 随后点头 其他不少强者则是打起精神 紫霄天公 便似乎也对那时悲很感兴趣 有报价的打算 诸位可以传音报价了 老规矩 依旧只有一次机会 谁出价最高 直接归谁 天湖族的老者开口说道 朱强者成瘾片刻 随后陆续对着老者传音 越想要得到的人 报价就会越高 而且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预估 恐怕想要拿下这件宝物 不大出血怕是难 外围的妖兽和人类修行者都在看着 声音嘈杂 显得很乱 虽然天湖宫的宝物拍卖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 都只能看看 但他们的性质依旧很高 还有谁 这时 天湖佐老者又问了一声 等待了片刻 他目光看向诸人 笑了笑 眼神落在一处方向 恭喜紫霄天公诸位 他开口说道 果然 这次宝物 被紫霄天公拿到 不愧是天狱界巅峰势力 才大气粗 夜福天笑了笑 紫霄天公直接拿下 怕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有天湖族女子将那石碑抬到紫霄天公的人面前 他们神色闪过风锐之意 随后有人抬手 朝着石块切去 将外面的一切杂志都切除掉来 很快 石碑显露出真迹 耀眼的光辉闪耀 璀璨夺目 吸引了无数道目光 空间更嘈杂了几分 后面许多妖兽在起哄 吼声不断 终于 石碑之上光辉璀璨 一个个字迹溢入眼帘 蕴藏着棒薄气势 无数道目光盯着那边 紫霄天公诸强者同样盯着石碑 但随后 他们的目光凝固在那 哈哈 有妖兽的大笑声传出 果然是人黄留下之物 厉害 只可惜 不是神通功法 竟然只是记录了他的生涯 大概是临死前的绝笔 有珍藏意义啊 许多妖兽起哄 看到人类修行界的顶尖势力 紫霄天公吃饼 他们似乎也都格外的兴奋 紫霄天公的强者神色阴沉 东西和预料中的一样 是人黄遗物 并且自己也是人黄所克 因此 很多人想要争识自然之事 只是 却不是什么大道法术 只是简单的介绍 而且 甚至没有蕴藏太强的道义 虽说人黄留下的笔记本身也蕴藏到微 算是一件珍贵之宝 但比起他们付出的代价 就显得不那么起眼了 为了直接拿下这石碑 他们可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虽说有些可惜 但终究也是人黄遗物 有不小的价值 天狐族的老者安慰一生 紫霄天公的人没说什么 愿赌服输 他们不由得朝着叶福天这边看了一眼 他参与了出嫁吗 叶福天之前的话 似乎没兴趣 甚至还让朱赵不要去赌 莫非他还能看出什么来 朱赵也看了叶福天一眼 这家伙 应该没这种手段吧 诸位还看上了那件 老者开口问道 接下来的数件宝物都有人感兴趣 被拍了下来 有一件非常不错的 但其他则是略显得有些平庸 这让许多人感慨 天狐公还是厉害 纵然没有动过这些宝物 但必然也是先公算过 似乎 只有叶福天第一次拿下的剑 赚得最多 而且 之后叶福天似乎对所有宝物都不感兴趣 一件都没有出手 很快 古术上只剩下最后一物 一截骨头 看起来平淡无奇 也没有任何气息释放 上面似乎还有着风沙痕迹 必然经历了许多年代 这截骨头实在太平淡无奇 没有任何气息就像是普通的腰兽骨头 以至于一直无人问津 但他却也出现在骨树上 不过这里的人显然都并不怎么感兴趣 尤其是经历了之前的平淡 这截骨 诸位没兴趣吗 老者开口说到 便只剩下最后一物了 虽然普通了些 但确实初次起源山脉 而且他非常重且坚硬 我的修为境界 无法在骨头留下痕迹 因而这必然是一尊腰黄截骨 即便用来练气 也是非常不错的 他也知道 这截骨头太平凡了些 而且他们天狐族 也无法推断出其价值 按照他们的经验 真正厉害的腰黄之骨 本身应该蕴藏非常强的气息 没有像这样的 没有任何气息外放 真的会是腰黄之骨 叶福天开口问道 盛静的人无法留下痕迹 公子觉得呢 若他很脆弱的话 便已经破碎 不会出现在这里 我们天狐公 至少还是不会拿废品出来交易的 老者道 我掂量下重量可以 叶福天道 若是也不能碰的话 便也罢了 我便不参与了 老者见到诸人都没什么兴趣 便点头道 行 妖儿 你去帮我取来吧 叶福天道 狐妖儿点头 他走过去 将骨头取来 叶福天将之结果 顿时手臂上果然感受到一股极为沉重之感 仿佛这不是一根骨头 而是一头巨大的妖兽 一缕缕气息泥漫而至 入侵结骨 瞬间便有消息 他将之交回给狐妖儿 道 的确很重 看来是人黄之骨应该是有可能的 但即便这样 也没什么大用 唯有长辈擅长练气 因此可以考虑下以一键顶尖的圣级功法交易 如若这低于天狐宫要求的估价 我便不报价参与了 老者目光看着叶福天 只见叶福天神色淡然 其他人也没有谁有兴趣 他苦笑着道 人黄之骨 只论其坚硬度 都不是一件圣级功法能够比拟的 不过 就按此底价 便当我天狐宫吃点亏 诸位直接报价吧 好 叶福天点头 不过却并未立即报价 倒是紫霄天宫的强者扫了叶福天一眼 随后对着老者传音报价 老者一直没有听到叶福天的传音 但天狐宫规矩是不能提醒的 他只好道 还有谁 叶福天笑了笑 对着老者传音 报了一个价格 听到他的报价 老者深深的看了他一眼 都是他们天狐一族狡猾 人类的智商倒也是天生比妖兽高不少 这家伙也在使诈 他的报价 是之前他自己所说的数倍了 简然 他并非那么不屑一顾 而是有一个不错的估计 目光望向其他人 他开口道 既然没有其他人的话 便恭喜叶公子了 叶福天笑了笑 又将一些东西交给了狐妖儿 紫霄天宫的强者皱了皱眉 对着老者问道 你确定是他 老者知道对方的怀疑 认真的点了点头 我天狐宫还不至于那么大度 故意交给报价低的 叶公子的报价 和刚才所说可是有些不一样 紫霄天宫抢者神色略有些难看 虽说不是什么大事 但他们之前刻意想要抢叶福天的事实 因此爆出了双倍的价格 然而 竟然还是被叶福天拿走了 本想算计一回叶福天 却遭到叶福天反算计 自然感觉有些不爽 恭喜叶公子 狐妖儿将结谷交给叶福天 但见此时 后面传来一道声音 道 他出了什么架 我出双倍 诸人目光转过 望向后面到来的一行人 诸人自动让出一条路来 天狐宫的老者何等眼力 瞳孔微微收缩 一眼认出了对方来自哪里 但还是开口道 见谅 天狐宫已经交易出之物体 便已经是一主了 不可能再讨还 对方走到这边 目光转过 望向拿到骨头的叶福天 叶福天也回过头看向对方 却同时将骨头收了起来 既然都到手了 自然不可能出去 你之前以什么价格拿下的 我可以双倍给你 那根骨头交给我如何 这道来的为首之人 对叶福天开口说道 叶福天笑着摇了摇头 这骨头对链器应该还有些价值 既然我交易了 自然不会再换给你 十倍 对方寸没有听到叶福天的话 直接喊了一个恐怖的价格 叶福天出价的十倍 只要叶福天转手 便瞬间翻了十倍 这让许多人无言 这笔生意又是大转 叶福天看着对方的眼睛 道不换 这声音落下 无数道目光凝固在了那里 十倍 不换 那么之前第1385章冲突 这一行到来者为首之人 一袭白衣 通体皆白 他的脸透着一股妖艺的俊美之意 脸上有着一条条纹路 一头乌黑的头发极为耀眼 他身后还有着洁白的羽翼 此刻合拢在那 羽翼中间似乎还插着一杆银色长枪 这样的装束在妖界只有一家 自然很多人认了出来 他们 来自妖界的殷昭山是妖界极其可怕的一股势力 甚至比天狐族还要强 纵然是天狐族也是惹不起殷昭山的 殷昭山的那位老祖已有通天彻地之能 传闻一腔能够撼动天道 如今妖都风云际会 诸人都知道许多大妖族降临 果然 如今殷昭山的大妖便出现在了这里 而且 似乎对叶福天刚拍下的那一节骨头非常感兴趣 他并不知叶福天的报价有多少 却直接出了十倍 但更诡异的是 叶福天竟然拒绝了 这意味着什么 此时天狐宫的老者目光闪烁 他眼睛看着为首的殷昭妖兽 又看了看叶福天 他怎么有种被算计的感觉 之前叶福天可是告诉他 对那骨头并没有什么兴趣 但觉得适合送给朋友练气 所以才买下 但之后他报价却是口中说的数倍 如今 因招山的妖兽出他真实报价的十倍 他还是不肯卖 他说他不在乎 傻子才信 只是 正如叶福天所想的那样 这些从起源山脉出土之物 都是经过族中常被亲自鉴定过的 虽的确没有动 但也看过 真正顶级的至宝 是不可能轻易拿出来交易的 这节骨头 他们可以确定是腰黄之骨 其坚硬度可以看出来 但却是也没有其他特别的地方 感觉没有大用处 于是才会拿出来交易 而且拿出来后 也无人问津 似乎也印证了他们天狐族的眼光并没有错 但偏偏 此刻出现了意外 叶福天买下 因招山的强者像是也为这节骨头而来 这家伙的眼光这么狠毒 诸人心中暗暗想着 第一件宝物那饼剑 叶福天就非常果决的拿下了 占了大便宜 之后一直没有出手 直到最后这件无人问津的骨头 他看似漫不经心买下来玩 但实则却是势在必得 还摆了紫霄天弓一道 那骨头 真是什么重宝不成 为首的阴招大妖目光盯着叶福天 十倍也不换吗 是坐地起价 还是叶福天知道那是什么骨头 再试试便知道了 我来自殷招山 这骨头对我有用 十倍价格已经对得住隔下了 将之让个我 交个朋友如何 殷招大妖又道 交个朋友 叶福天冷笑 虽然还不知道那骨头是什么 但是 十倍价值 差远了 抱歉 此物对我也有用 叶福天依旧笑着点头 殷招神色一尘 殷招山之名 难道也不管用吗 如若对方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已十倍价值 再抱上殷招山的名头 想必对方是愿意给自己一个面子才对 莫非 这人类真的看出了什么 你拿着并没有用处 这节骨头只有在我殷招山才能发挥其用处 我可以以一件妖黄器物交换 这样 够了吗 为首的阴招大妖再次开口说道 他话音落下 周围空间顿时安静了下来 一件妖黄器物交换一节骨头 这笔账谁都会算 那是什么骨 诸多大妖目光盯着叶福天 听殷招的话 他显然是知道那骨头的来历 否则 不会用妖黄器物来交换 此时 这片空间略显有些沉重 这应该是殷招最后的报价了 以他的身份 能够做到如此 想必也算是给了面子 不然 他大可以等叶福天走出天狐宫后直接抢夺 这节骨头其价值有可能不止一件妖黄器物 但既然阴招山想要 也要叶福天拿得下 阴招山 应该不会再报更高的价了 不是那骨头值不值的问题 而是叶福天再不换 可能便等于是触怒了阴招山 便也不会再交易了 而是以其他手段拿到 叶福天自然感受到了气氛的微妙 明白若是自己再不识相的话 无疑便是将得罪对方 他之前看出这节骨头不凡 因而想要亲自触碰 以命魂气息接触 果然 命魂有所感应 这意味着 这骨头的来历可能极其不凡 甚至就连天狐宫都走眼了 没有看出来 如今 阴招山的行动 似乎也印证了他的想法 这骨头 很可能已经不是普通妖黄骨头了 不换就是不换 哪来的那么多话 朱赵走上前一步 对着阴招山的围首大妖开口说道 朱赵 阴招妖兽扫了他一眼 神色冷淡 显然并没有怎么在意他的身份 道 这里没你什么事 我们是一起前来 自然有我的事 朱赵冷淡回应道 这节骨已经归他 你们想要宝物 自己去拍 那阴招大妖皱了皱眉 那双漆黑的眼瞳隐隐泛着银色光芒 冷烈地扫向对方 开口道 滚 这朱赵 真以为他老子朱燕妖黄很威风 对其他妖族或许有些威慑力 在他们阴招山面前 朱燕妖黄算什么 更何况一个妖黄太子 他自问已经横给对方面子了 为了这骨头 给对方一件妖黄法器也无所谓 但如若依旧不肯接受的话 那么 只好不客气了 朱赵听到他的话 金色的眼瞳同样盯着对方 一股强横的妖气从身上弥漫而出 朝着对方而去 滚 低沉的声音传出 隐隐带着几分吼声 将滚字直接还给了对方 一时间 这片空间略显有些压抑 因招山的大妖 和来自天妖城的妖黄太子 争锋相对 因招大妖身上同样气息狂暴释放 两大妖兽的气息在中间碰撞在一起 竟形成一股强大的气浪 有事可以商量 何必伤了何气 天狐公的老者见两人便要出手 不由得开口劝道 早就听闻天妖城朱赵实力还行 今日有此机会 便看到朱燕一族 能有多少能耐 因招大妖声音风力 他身后羽翼一颤 身体化作一道白色闪电 一瞬腾空出现在高空之上 庄翼于虚空中拍打着 透着一股优雅之气质 他手伸向后面 将羽翼中间的长枪拔出 握在掌心 顿时 有一股惊人的锋利气息弥漫而出 空 一声巨响 朱赵身体冲天而起 身上充斥着极为狂野的力量感 他抬头扫向高空中的身影 手掌伸出 一根金色火焰长棍握在掌心 眼瞳中的金色神火 直接朝着虚空中的身影射去 然而虚空中 矗立的身影身上出现银色铠甲 朱赵手中长棍抡起 直接变大 朝着苍穹砸去 漫天棍影欲打碎虚空 对方身影一闪 苍穹之上出现了一道道白色的闪电 甚至有无数白色幻影出现 分不清真实和虚幻 速度太快了 长棍扫荡而过 击中的却都是残影 砰 朱赵身体犹如一道金色闪电 与虚空中狂暴奔腾 快到极致 冲向对方 白色闪电再度闪耀 却只听朱赵大吼一声 手中金色长棍怒劈而下 从他所在的位置往上 苍穹至上棍影遮天 将那片苍穹都覆盖笼罩在内 哪怕是在万米高空之外 一样要被砸中 翁 因招大腰羽翼拍打 身体瞬间扩大 化作本体 那双巨大的白色羽翼煽动 竟使得天地间出现无比狂暴的气流 大道之意流动 无数巨大的银色长枪如星光般垂落而下 每一柄长柄都拥有极限速度 宛若流星雨 苍穹之上发出可怕的尖锐呼啸之响 恐怖气势犹如一道道闷雷般 遮天蔽日的棍影与之碰撞 苍穹之上爆发出恐怖的声音 但其中有一根金色长棍劈开 无尽荧光继续往上 砸向阴招本体 下方 一尊无比狂野的战争巨兽朱雁出现 宛若一座山班 这披杀而出的长棍威力更是惊天动地 苍穹为之颤动 翁 狂风越过 阴招羽翼急速拍打 手中的银色长枪也同时刺出 一股恐怖风之势降临而下 往前轰杀而出的长棍没有轰中阴招的身体 对方的速度太快了 肉眼难见 插着他的长棍一路往下 与风之大道同体 长棍周围所蕴藏的威势同样无比的惊人 但阴招却像是一道流星般环绕而下 破开那可怕的威势直逼向朱赵 好快 诸人震撼地看着虚空中的那道身影 只见朱赵直接舍弃了长棍 他通体化作金色 双拳同时朝着笔直降临而下的阴招杂趣 据说大吼之时 虚空灯为之颤抖 那阴招速度似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痴痴 尖锐的声响传出 长枪降临 银色之光贯穿天地 金色双拳轰在上面 仿佛被钻开来 无比恐怖的力量硬生生地将对方震回 但同时 朱赵的金色拳头被破开 竟有鲜血从中渗透而出 可见对方攻击力之强 嗡 腾空的阴招右手伸出 长枪在手 风浮动 裹挟着他的身躯 低头俯看下方 眼神透着面是一切之气概 第1386章让出来 朱赵目光扫向上空 眼神之中同样透着一股碧腻之气概 口 巨兽阳天咆哮一声 天地间出现一尊无比威额的身影 越来越大 他的身体都在燃烧 身躯之上沐浴金色神火 他眼瞳之中的金色神火射出 熔裂世间一切 那阴招大腰微微皱眉 身体再度化作荧光消失 苍穹之上 一尊无边伟岸的身影出现 那双眼瞳同样燃烧着金色神火 苍穹的温度陡然间变得无边炽热 将浩瀚无垠的空间都笼罩 金色神火封锁天地虚空 要让阴招大腰无处可去 还能更强 夜浮天看了一眼虚空中的朱赵 比之昔日之战 朱赵果然还留有实力 能够更强 紫霄天宫的强者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幕 神色阴沉 他们中的妖念人物 谭子墨当初被朱赵击败 竟然还不是朱赵的最强形态 此刻才有可能是 谭子墨还没有激发出来 讲到这 紫霄天宫更感觉有些耻辱 而天狐宫等诸多妖族强者则是暗暗感叹 这朱赵不愧是天妖城之地 第一妖念人物 实力确实强得很怕 此刻的形态太过惊人 仿佛力量暴增 不过 那因招大妖的实力同样极为强横 他身体周围出现银色光环 化作光圈 无尽长枪闪耀出现 朝着天地八方射杀而出 和金色神火碰撞在一起 他的银色眼瞳扫向对方 神色略有些阴沉 这朱赵的气息 隐隐让他感觉受到了威胁 嗡 这时 朱赵狂暴的身躯飞舞而动 那苍穹之上巍额虚影 四眼弥漫出滔天妖威 气势与朱赵融为一体 因招大妖怒和一声 身体周围的光环爆发出 无数银色长枪 笔直的沙象 朝着他冲沙而来的朱赵 朱赵庞大身躯飞旋 手中金色神火长棍 朝天穹踢沙而出 这片苍穹都似要破碎般 撼动天地 下方许多妖族强者 皆都感觉到心惊胆战 这就是朱赵爆发出的力量吗 太过惊人 翁 因招身形一闪 顿时又有诸多幻影出现 然而几乎在同时 朱赵大妖挥动长棍的同时 身体同样化作朱多幻影 同时挥动着手中的长棍 披向所有幻影之身 这样的攻击 无处可逃 因招大妖神色冷漠 无尽大道神光从天而降 汇聚于他的身体之上 随后化作无数道银色闪电 同时沙向下空 正面碰撞 轰 轰 轰 苍穹之上大道碰撞 棍与枪一次次撞击 在短短的片刻时间 爆发出无数次的狂暴攻击 下方无数强者都凝望虚空之上 他们的身体仿佛 也随着虚空中的碰撞而为之颤动 轰 一道身影被轰飞出去 手中的长枪飞出 口中喷出一口鲜血 因招大妖被击退了 因招山的强者看到 这一幕神色有些不大好看 许多强者腾空而起 要群战吗 雷神族的皇子雷蒙发出一道吼声 顿时一道道强者同样腾空而起 这片空间被无比可怕的妖气所覆盖 苍穹之上 两道身影对峙着 朱兆眼瞳兄弟至极 扫向刀空之上的因招大妖 而那因招大妖则是气息浮动 嘴角染血 他竟然被朱兆击败了 只是 朱兆想要保住夜伏天得到的那节骨头 无疑是痴人说梦 没有人能够保得住 若非是他们因招山也有同样的骨头 生出了感应 他们也不会知道这是另一根骨头会在这里 他们研究那根骨头可是有很多年了 这天狐公还真够大意 竟然以为那是无用之物 岂不知 是根本没有窥探出那节骨之秘 你是朱兆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一道身影 诸人目光转过 眺望向远方 便见那里有几道身影闪烁而来 同样被声双翼 显然也是来自阴招山 威首那一人气势惊人 比之前和朱兆战斗的阴招大腰还要强 而且他身上透着一股王者碧逆之气概 仿佛是族中之王 在他身后 一左一右两大阴招强者随行而至 虽身上并没有多强的气息释放 然而朱人却感受到了一股腰黄的气概 这是谁 下方大腰心颤不已 腰黄同行保护 谁 有此待遇 阴招山本就是腰界顶尖的势力 即便行走在外 也没有什么腰族感动 然而 依旧有腰黄随行 这是什么级别待遇 腰黄 已经是站在金字塔上的人物了 一位后辈 腰黄者同行 其地位绝对是惊人的 很快 朱大腰想到了一人 那位盖世风流腰族强者 阴招山的那位存在 他竟然亲自来到了天狐宫 也是为了夜伏天的那根骨头而来吗 这更是让朱人好奇 夜伏天得到的那根骨头 究竟是什么骨 天狐宫也有不少强者身形闪烁而出 来到了这边 抬头望向高空之上 他们也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 这一次 他们天狐宫可能走眼了 负责鉴定起源山脉宝物的人 没有发现那节骨的特殊便拿出来交易了 在他们天狐宫 有几道程序 从起源山脉拿到宝物之后 先要初次过目 确定是黄吉的宝物 再给族中妖黄过目 如若妖黄认为其价值大 便会继续往上传 这骨头 只经过了妖黄的手 没有传递到最后 便被当作是一根没有特别用处的 妖黄之骨拿了出来 如今 英昭山来了这么多强者 就连那位都出现了 还有妖黄随行而至 无须多眼 他们天狐宫走眼了 许多人都感觉到了 没想到天狐宫也有走眼的时候 但那叶福天的眼睛 还真是毒辣 不得不令人佩服 朱燕大妖目光扫向来人 他也同样隐隐猜测出了对方的身份 但依旧冷傲开口道 是 这位英昭山的传奇人物 他也一直想要见见 不仅仅是他 妖界各顶尖势力的传奇大妖 他都想见识下 这也是他走出天妖城来到妖都的原因 在天妖城 他已无双 比他境界高的不敢碰他 和他境界相差不大的妖没有他的对手 他生性桀骜 好战 妖都才更适合他 你退下巴 这道来的英昭往前走出一步 对着和朱照战斗的大妖开口说道 对方点头 随后退到一旁 朱照抬头看向虚空之上 眼前出现的英昭 乃是英昭山第三代最出众的大妖 被英昭山当作未来的王培养 他身上流淌着英昭一脉最为高贵出众的血脉 传闻实力强的惊人 因而 他从英昭山走出 都有腰黄随形 可想而知英昭山对他的重视 他手掌伸出 银色长枪在手 刹那间 苍穹之上出现了一股恐怖的漩涡风暴 今天到威降临而下 落在长枪之上 他站在风暴中间 宛若一代妖审般 好强 下方朱大妖内心震荡着 这就是英昭山第三代之王吗 传闻 英昭山的那位传奇妖皇对他极为重视 亲自培养 如今他已经是无暇圣道之境 只是刚一出手 这股威势便远胜于许多无暇圣道存在 你还不是对手 他低头看向下方朱照 幻音落下 一道灰色的闪电风暴划过长天 银色的长枪随那股风暴同时降临而下 苍穹出现一道笔直的线 朱照大吼一声 金色神火席卷而出 然而对方直接从中穿透而过 长枪降临而至 只有一柄枪 贯穿大道天地 空 棍影轰杀而至 但那身影笔直的从中穿透而过 一道道棍影被直接穿透而过 他降临而下之时 苍穹的风暴也随之落下 淹没了那片天 空朦胧 恐怖的声音传出 苍穹之上一道身影笔直的从虚空坠落而下 砰 许多妖兽身体让开 朱照的身体落在地上 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虚空之中 那因招大妖身影傲然而立 脸上面无表情 以他的境界 击败朱照根本没什么值得称赞之处 怎么回事 他开口问道 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经过 天狐宫强者那边 一道身影飘然而出 是一位天狐宫的女子 没到窒息 比叶福天等许多人身边的天狐宫女子都要更出众 他虚空迈不知时 一举一动都能够牵动诸人的心 看了虚空中的阴招一眼 随后目光转国 落在叶福天身上 他开口道 叶公子不如便将结果让出来吧 一件妖黄法器 对于叶公子而言并不算吃亏 那结果放在叶公子身上 可能也没有大用处 第1387章压迫 叶福天抬头看向虚空中的女子 这出现的天狐宫女子 应该算是他所见到最漂亮的了 各方面都堪称完美 随意的举动都撩动人的心弦 但叶福天的眼神却很平静 他淡然的看着虚空中的身影 道 你怎么就知道在我手上没用 天狐宫圣女胡倩美眸 看向叶福天 因招山想要的宝物 就连他们天狐宫都看走了眼 在叶福天手里 又怎么可能发挥其作用 纵然叶福天知道那宝物不凡 但想必也是在强撑 他根本无法利用 叶公子应该心里有数 更何况 我并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这么做 与叶公子也是有利的 胡倩继续劝道 因招山是什么级别的势力 莫说是一个人类在妖兜之地 即便是妖界的强大妖族 有多少敢和因招山抢东西 叶福天即便拿到了 怎么可能保得住 能够拿到一件妖皇器物 对于叶福天而言已经是利益最大化了 算是因招山给了面子没有直接抢取豪夺 但若是叶福天还是不识趣的话 那么想必因招山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且看天妖城的妖皇太子朱兆 都被轰入地面口吐鲜血 天妖城朱雁一族的面子 因招山都一点不需要给 叶福天怎么对抗 他让叶福天将节骨交出 这样两全其美 所有人都不会为难 这么说 我应该多谢仙子了 叶福天笑了笑道 因招山强者如此想要夺这节骨 可见其珍贵程度 这次他挑的这骨头 很可能要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珍贵 如此一来 他更不想交出去了 当然 这局面 确实对他极为不利 因招山 显然比天妖城的朱雁一族还要强势 在这种背景下 在妖界地带 因招山如果要强行抢夺 他拿什么抵挡 不必 我也只是食言而已 叶公子勿怪 这宝物出自我天狐宫 由叶公子拍到手 我天狐宫自然 希望不会有什么摩擦 胡倩继续开口说道 叶福天笑了笑 他看向之前被朱雁 妖皇太子击败的 因招山大妖 笑着开口道 因招山如此强势 称我不配拥有 既然如此 你要不要试试 你若胜了我 这节骨直接送给你们 什么都不收 你们若败 自行离开 不要骚扰我 如何 因招山的强者 盯着叶福天 之前被朱赵击败的 因招大妖眼瞳冷漠 风锐至极 他倒是想要答应下来 为因招山将解骨 直接夺到手 也无需节外生枝 只是 这件事事观重大 怕事也轮不到他做主 即便他败了 因招山也不可能不争的 那解骨 关系到一位传说中的大妖 不时抬举 只见他踏步走出 朝着叶福天而去 他眼神之中荧光闪耀 璀璨至极 叶福天 拿什么和他谈条件 又有什么资格 和他谈条件 这妖黄法器 他若是要 便收好来 将骨头交出 若是不要 不仅妖黄器物 没他什么事 这截骨头 也一样是因招山的 没有选择 虽然之前和朱赵的战斗 受了一些强势 但他踏步之时 依旧威势可怕 银色之光闪耀于天地间 将他身躯笼罩 他一步踏出 绚丽的银色光环在眼前闪耀 一股无比锋利的气息 直接压迫向叶福天 砰 叶福天外步而行 虚空踏步 朝着高空而去 两人身体同时腾空而起 浩荡妖气息卷珠天 银色之光扫荡天地 叶福天手掌挥动 顿时身体周围 躲然间出现无穷剑印 每一道剑印 都如同一柄剑般 环绕周身流动 孤效剑气尖锐刺耳 和对方的银色长枪争锋相对 去 因招山大腰踏步而行 环绕他身躯的银色之光 化作一道道银色闪电 破空而至 快到极限 叶福天同样往前踏了一步 剑意削削 无尽剑印 化作剑道长河 轰向那些银色闪电 两种不同的攻击 于半空中交会碰撞 爆发出惊人的毁灭力 因招大腰的攻击 像是没有穷劲般 叶福天的剑印 同样锋利到了极点 一往无前 翁 因招大腰身体动了 化作一点荧光 穿透虚空 杀向叶福天的身体 剑印化作滔天剑合 卷过虚空 朝着对方的银色长枪而去 碰撞在一起 与此同时 叶福天手掌心出现 一柄璀璨的神迹 没有任何犹豫 理直地朝着前方刺杀而出 剑印疯狂轰击着 对方的银色长枪 长枪虽视如破竹 一直往前 但威视却在不断被削弱 这时他看到了 叶福天的长脊次来 因招大腰没有闪避 他依旧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极为强烈的自信 和叶福天的长脊硬碰在了一起 长枪和长脊碰撞的刹那 一道可怕的大道光束 想要穿透长脊 杀向叶福天躯体 然而 那大道光束还未入叶福天体内 便直接崩面于无形 不仅仅如此 因招大腰感觉 自己的手臂都在被震碎 随后是躯体 像是皆都要被粉碎掉来 砰 一声巨响 因招大腰身体到飞而出 化作一道残影想要撤退 却见叶福天一步往前 见其削削 无尽加叶剑瞬间破空 裹挟诸天 将所有区域全部笼罩在内 同时 一股空间禁锢到微笼罩而出 这片天地像是化作了泥沼般 叶福天身体直接于虚空中穿梭 横跨虚空外部而至 长脊又一次轰出 砰 这一次 因招大腰口吐鲜血 体内脏腹震动 他抬起头盯着虚空中 手持长脊的叶福天 他的枪 竟然不如对方的脊吗 这人类修行者的实力 竟然这么强 许多妖族强者并不认识叶福天 在这里 大概只有天狐宫的强者 了解一些叶福天的辉煌之战 这因招大腰之前就败给朱照 如今败给叶福天 四野在井里之中 翁 一道道银灰色的闪电划过长天 苍穹之上 那尊高傲逼逆不可一世的大腰出现在那 低头冷蔑的扫向下空中的叶福天身影 有银色的风暴汇聚而生 展天往下 粉碎一切 朝着叶福天的身体笔直的降下 叶福天抬起头 便感受到了那股害人之威压 头顶上空 那尊无暇境界的应招三大腰出手了 无暇之境 大道以无暇 没有瑕疵 叶福天心中暗道 之前朱照被一击变击退 并非是因为他不强 而是双方本身就有境界差距 无暇胜道层次 远比真我强很多 参同气威压爆发 大道铜体 他取出一柄圣气时空之己 道意渗入其中 一瞬间 这圣气时空之己吞涂可怕的光芒 让出来吧 居空中因朝大腰口中吐出一道声音来 一道道银灰色气流斩下 叶福天抬头看着那斩下的气流汇聚成惊人的风暴 心中有着不小的波澜 参同气光辉闪耀 他脚步踏天而行 手中的时空之己刺杀而出 可怕的光芒射杀而出 和银灰色气流碰撞在一起 使得疯狂崩面粉碎 吴霞因朝大腰淡然的看着这一幕 面无表情 苍穹之上一股可怕威势降临而下 以他身体为中心凝聚成一股惊人的毁灭风暴 压迫着这片天 你若一定要站 届时 即便你想要主动让出来 休怪不给机会 居空之上 吴霞圣道大腰继续开口说道 霸道绝伦 砰 叶福天虚空迈步 往上而行 为何要执迷不悟 吴霞因朝大腰看着叶福天的身影叹息一声 风暴越来越强势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下起了银灰色的流星雨 每一滴都像是有着惊人的穿透力 叶福天身体周围则是出现了一面面星辰石碑 环绕他身体 当那银灰色的流星雨降临而下之时 一面面石碑都被直接从中间破开粉碎 发出轰鸣着声响 道威攻击太强了 无暇急的倒法威力 何等强横 但叶福天身周星光无尽 仿佛破而不灭 砰 终于 虚空之上的身影迈出了一步 仓球毁灭的银灰色风暴降下末日般的毁灭场景 世间一切都要在这毁灭之意下陨灭 他低头俯瞰一切 自然也包括叶福天在内 嗡 一道光闪耀而过 对方的身影直接从原地消失不见了 叶福天的身体则是盘旋往上 以最快的速度穿梭虚空而至 长枪和长脊碰撞在了一起 空 狂暴气浪席卷天地虚空 两道身影一处即分 叶福天身体从虚空中被震下 落在了地面上发出一道巨响之声 第1388章堵战 天湖宫外 一片区域地面震碎 周围的强者皆都让开 叶福天的身体坠落在那 双腿微微弯曲 长几道插在地上 留下一片粉碎的地面 他站起身来 抬头看向虚空之上 烂英招大妖的身影 同样被震退向上空之地 不过显然比他要好不少 无暇盛进的大妖 而且是来自英招山最顶级的妖兽 有着超然地位 实力之强大自然无庸置疑 竟然扛住了一击 周围诸强者都有些诧异 看叶福天的状态虽然被震退下来 但似乎也并未受伤 以真我之圣境承受住 这位妖孽存在的一道攻击 没有受伤 刚才 天妖城妖皇太子朱兆 可是都被一击击伤来 实力还行 英招大妖脚踏虚空 站在叶福天头顶上空 目光俯瞰着他 只见在叶福天身旁 一道道剑意直冲苍穹之上 英招大妖目光一闪 朝着叶福天身旁方向望去 便见一道女子身影长发飞扬 她身形陡然间从原地消失 虚空中出现了一幅剑图 她携剑图而至 横穿虚空 无视空间距离 哼 英招大妖冷哼一声 无暇圣境的人类剑羞骂 长枪刺出 一道灰色的残影出现 天地间的风暴仿佛 随着银色长枪一体 化作毁灭之光 贯穿天地虚空 和剑笔直的碰撞在一起 空 狂暴的风暴席卷天地 压压身体被震退而回 落在下空之地 她稳住身形 气息浮动 对方依旧出力在那 她头顶上空 风云舞动 毁灭的气流滚滚咆哮着 我的耐心有限 对方开口说道 淡漠的语气似透着 一股不容置疑之意 她亲自来此 为了那结果而来 必须要带入英招山 谁能玩她 我说是叶福天 他们一行人类修行者 即便今日这结果在天虎宫 她也一定会想办法拿到手里 叶公子还要考虑吗 天虎宫圣安胡倩看向叶福天 开口说道 她语气也有些不悦 都已经如此 难道还真打算硬抗英招山 问题是 在这妖界的地盘 他们拿什么和英招山对抗 去空中那英招大妖身后 还有两尊妖皇级的可怕存在 当然 妖皇轻易不会出手 是要抢抢吗 朱兆抬头看向英招山的强者问道 随后兄弟霸道的眼瞳扫向胡倩 天虎宫也支持 胡倩皱了皱眉 道 我只是不希望因此而产生摩擦 若是能够平和解决 岂不是更好 叶公子也并不吃亏 和平解决你为何不劝英招山离开 听你的意思 强抢似乎更受天虎宫支持 朱兆反问一声 胡倩神色一致 话虽如此 但是英招山怎么可能退 强若一言可知 天虎宫交易本就有赌之意 既然你们想要 再赌一局 如何 叶福天抬头看向虚空中的英招大妖道 怎么赌 英招大妖看向叶福天 我和你战 你赢了 归你 我赢 你们放弃 叶福天开口道 英招大妖露出一抹古怪的神色 这叶福天 真我之胜 和他赌战 若说之前和朱兆大战的妖兽没有资格赌 他却是有资格的 而且 不可能败 我为什么要和你赌 他低头俯瞰着叶福天 带着几分玩味之意 解不说胜负 这结果 他必然是要拿走的 为什么要赌 叶福天 本就没有资格和他谈条件 他只有一条路 交出那结果 好 叶福天点头 他将那骨头取出 手掌摊开 伸向高空之上的身影 道 腰黄气物我也不要 你要这骨头 直接拿去便是 去空中的阴招大妖看到 叶福天的动作露出一抹有趣的神色 这人类修行者 倒是有些意思 他这么做 若是自己直接去拿 岂不是有些没面子 叫了笑 道 好 我便给你一个机会 你出手吧 叶福天 和他赌战 拿什么 和他一战 叶福天的身体缓缓腾空 很快便降临虚空之上 然而 阴招大妖依旧低头看着他 眼神中透着蔑视的姿态 骄傲到极点 他也有这样的资本 空 参同气之威绽放 大道光环流动 体内 灭魂古树凝聚大道之意 天地间风云舞动 无穷道义流动至身躯之上 威压天地 准备好了吗 阴招大妖开口问道 好了 叶福天点头 对方冷笑 脚步朝下空一踏 顷刻间 苍穹之上 无尽银灰色的长枪凝聚而生 从苍穹垂落而下 这片天地都被这股可怕的毁灭之力量笼罩着 下一刻 无穷银灰色的长枪从苍穹降临 宛若一道道毁灭气流 直接破开虚空 杀向叶福天的身体 他站在那 便仿佛能够诛灭一切存在 空 一股恐怖的气息爆发 叶福天身体周围 星辰流转 似无穷骨子 环绕于身体周围 他身躯和大道共鸣 身处大道光环中的他双手伸出 一根长棍卧在手掌之中 随后挥舞而动 顿时虚空震动 起始崩腾 那无尽星辰自拂朝着 虚空中的银灰色长枪而去 然而却不断崩灭粉碎 无暇倒微 毁灭一切 天穷之上 出现一个可怕的漩涡 这漩涡之中降下 树枝不尽的功法长枪 叶福天身体飞旋 虚空踏步 气势更为惊人 他手臂挥动之时 周围星辰自拂似随他而动 发出轰鸣呼啸之声 朝着虚空中的长枪轰去 砰 苍穹之上出现一道棍影 诸多长枪被粉碎掉来 这一幕 让虚空中的 阴招大妖眼神中 闪过一抹一色 这人类修行者的攻击力 竟然这么强大 这棍法 似乎已经超过了 朱兆的棍法 而且 两者隐隐有几分相似之处 但夜福天的棍法 气势更强 他神色不变 双手伸出 顿时伸前 无尽银灰色长枪汇聚而至 竟然全部凝固在一起 化作一座灰色枪山 无数尖锐的枪尖对着下空 这座枪山越来越大 足以盖过一方天地 那股毁灭的威势 真正可怕到了极点 这 下空诸多强者抬头看天 上空的那一幕太可怕了 就像是一座银灰色的山峰 但这山峰透着无与伦比的锋利气息 还蕴藏可怕的毁灭沙发道威 空猛龙 天地轰鸣 虚空震动 那座枪山从天穷坠落而下 而且速度竟然极快无比 不仅仅如此 夜福天身体周围依旧还是被 无尽银灰色长枪包裹着 功法之力将那片空间封锁在里面 让他无法避开这毁灭的一击 即便是下清冤 他们都露出一抹担心之意 并非是对夜福天实力的不自信 只是对手太强大 这阴昭山的顶尖人物 是比赤龙界行开这些人 还要更出众许多的 又是另一个层次 真正的超级大妖后代 其实荔枝恐怖根本无庸置疑 而且 其本身境界也高于夜福天 乃是无暇胜境的大妖 这功法之术 只是看过去 便让他们感受到了极为强烈的威胁 之前压压试过一次攻击 位阵下 夜福天想要胜过对方 难度极大 砰砰 夜福天的长棍一次次轰杀而出 气势惊人 周围星辰字符随长棍一起舞动 蕴藏一股大道规律 越来越强 一股风暴裹挟着他的身体 当那座巨大无比的山峰降临之时 夜福天双手紧握星辰长棍 与苍穹舞动 大到星辰一体 朝着虚空中降临而下的那座枪山砸去 一道裂缝出现 枪山从中间被棍引劈开来 星辰字符环绕在长枪之上 不断崩面粉碎 但那裂缝越来越大 硬生生的将枪山从中间破开了一条线 驱空中的阴招大腰依旧出立于虚空之上 他看到攻击竟然被破开 不由得露出一抹一色 手掌朝着苍穹之上伸出 照天帝大到降下 半见这时 夜福天笔直的冲向苍穹 快到极限 他身体冲出之时 天帝轰鸣 以他身体为中心 整片虚空中的大到之意境 全部聚集于这一棍之中 夜福天的身体降临 对方身前不远 一棍披下 棍影遮天 嗯 因招大腰皱了皱眉 他脚踏虚空 想要后撤 但见这时 他眉头紧锁 苍穹之上 出现满天棍影 随夜福天的棍意起披下 那时大到棍法 棍法融入无穷到位之中 使得苍穹一体 大到垂下 镇压这片天 他突然间生出一股不祥的感觉 似乎 有些轻敌了 第1389章戒骨 夜福天当年观天行九姬之时 见证九道棍法公姬 虽当时领悟不出其精妙 但却观想入脑海之中 这么多年 经过他自身修行感悟 不断进化强大 如今 天行九姬第七世 已经是和大到一体 同时轰杀而下 威力无与伦比 虽是真我圣镜 但此刻大到一体 大功伐之术 不弱于无瑕 又有星辰之力 崩面之道融入棍法之中 一瞬间爆发出的攻击力简直害人 因招大妖显然轻视了夜福天的实力 毕竟他的修为境界以及底蕴在那 浩瀚妖界 能够跨越境界击败他的妖兽能有谁 天欲界 包括那些人类修行者 又有几人 因此 他并没有将这毫无悬念的一战太过放在心上 以至于此刻有些猝不及防 他的身体承受着无与伦比的镇压和空间到危 攻击还未落下 便隐隐有风隆隆的无形大道功法之意降临身躯之上 要封破他的身躯 碾碎他的肉体 他身躯之上释放可怕的毁灭之威 化作一道闪电光束强行破开大道束缚 想要暂时脱离战场避开这一棍的攻击 但此棍依旧还是落下了 他知道必无可避 身体周围无穷银灰色长枪化作漩涡风暴 同时朝天地八方射杀而出 毁灭所有力量 砰 天地虚空猛烈的震荡者 苍穹之上出现一股滔天 巨浪朝着八面席卷而出 即便是地面之上的观战强者 都能够感受到苍穹之上的那一击 有多么惊心动魄 天地像是凝固了般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暴射而出 口中有鲜血吐出 赫然乃时因招大腰 叶浮天身体如影随形 棍影杂落而下 然而 却在降临对方身躯之上时停止了下来 空 因招大腰稳住身形 看到就在头顶之上的长棍 以及那手握长棍的身影 他的眼神极其难看 你输了 叶浮天开口说道 但此时他内心也略有波澜 这因招大腰受到如此霸道一棍的攻击 依旧并没有受太重的伤 由此可见对方的强横霸道 如若对方一开始便全力以赴 不给他机会的话 能否战胜还是未知数 但无论如何 至少他的目的是达到了 可以激对方和自己赌战 并且赢了这赌战 如若对方依旧是要拿那结果 他毫无办法 在腰界的地盘 因招山的实力是站在顶端的 对方以实压迫的话 他的确挡不住 只能将结果交出去 下空中 无数目光凝固在那 心脏跳动着 这人类修行者 他竟然赌胜了 以及其霸道的大功伐之术 直接催枯拉朽 将因招大腰阵压击败 天狐功的强者都极为震撼 对方不仅仅是因招山的绝带妖孽 还是无暇级的妖圣 只此一败 足以夜伏天明洞妖界了 虽然 他有些取巧 一出手就是石破天惊 让对方轻敌 随后直接用最快最强的攻击 结束战斗 但无论如何 依旧是实力的体现 胜就是胜 败就是败 很快 妖都的人便会知道 因招山的皇孙 败给了一位人类修行者 那因招大腰神色极不好看 虚空中格外的安静 他没有回应夜伏天 他的确是输了 输在轻敌之上 这人类修行者的战斗力非常惊人 不仅如此 他擅自做主 以那截谷为赌注 和夜伏天赌战 因为 他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输 但那截谷的重要性 他是知道的 能因为他的赌战便放弃吗 即便以他的身份 回去怕是一样不好 像因招山交代 此时 气氛略显有些微妙 所有强者的目光都盯着夜伏天和阴招大腰那边 朱兆同样看着那里 他内心颇为震动 夜伏天的棍法竟然如此强大 那第六棍和第七棍连续轰出 简直神党杀神 现在 阴招山还讨不讨要 你很聪明 这时 一道声音传出 虚空中的一尊妖皇看向夜伏天道 当然 也很强 既然你赌战胜了 我们阴招山也不难你 这节骨头 对我们阴招山的确有大用 你开个价吧 以你认为认同的价值 等价交换 他们阴招山的第三代领军人物 赌战战败 自然不好直接再强行抢夺 不然 会让他失了颜面 他们阴招山 也脸上不好看 但那节骨 的确不能放弃 这次他们是带着任务而来 必须拿到手 因而 他提出等价交易 这样双方都有一个台阶可下 夜伏天 也应该会是食物吧 这已经是让他失字大开口了 当然 只要不知道那节骨的价值 想必一位盛进的人类修行者 即便在狠 开的价也高不到哪里去 不可能超过那节骨 朱强者听到妖皇之言心中暗暗点头 这的确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了 公平交易 这人类修行者 可以大发一笔 阴招山 也能继续拿到那节骨头 双赢局面 夜伏天抬头看向虚空中的妖皇 开口道 我有选择吗 赌战 他已经胜了 但对方依旧不肯放弃 节骨的价值可想而知 他只问一句 他是否有选择 以阴招山对这节骨的重视 此物的分量 阴招山根本不可能等价交换 所谓的等价交换 也只是认为他不识货 不敢报价 给他一个台阶下交出结骨 听到夜伏天的声音诸人无言 还真是倔强啊 妖皇亲自开口 百明了是不会放弃的 但只要他点点头 双方就都有个台阶下 不会太难堪 如今夜伏天这一句话 要将阴招山逼向河地 妖皇 是回答他有 还是没有 阴招山身为妖界一方霸主 自然不会欺你一个小辈 更不会言而无信 既然阴招山的皇孙已经败了 自然随你处置 阴招山的妖皇还未开口 便听一道声音传来 许多人物光转过 朝着虚空望去 只见几道身影直接从苍穹降临而下 仿佛凭空出现 次大妖皇现身 一时间引起轰动 阴招山的妖皇 看向到来的妖皇人物 眉头紧皱着 隐隐感觉这次行动 怕是暂时要失败了 天狐宫中 也有强者踏步走出 也同样是妖皇级的人物 朗声开口道 天妖城四皇将领 我天狐宫今日好大的阵仗 父皇 父亲 朱兆 雷蒙 饕铁四大妖皇子皆都开口喊了一声 来人 赫然乃是天妖城四大妖皇 为首之人 气质超凡 和朱兆有几分相似 正是朱燕妖皇 他身上虽无气息外放 却有一方霸主之气概 随意站在那 便给人一种不可撼动之感 你们说是吗 朱燕妖皇看着 殷昭山的妖皇问道 殷昭山妖皇抬头凝视对方 夜伏天战胜殷昭昭大妖 对方已经答应 如今朱燕妖皇亲自到来这么说 殷昭山还能如何回答 这件事 朱燕妖皇也卷入这里面的话 会非常棘手 既然我殷昭山殿下已经答应 我们自然会遵守 只是 我们回去赴命之后 也不知道殷昭山会如何做 殷昭山妖皇回应一声 还不由得看了夜伏天一眼 即便有朱燕妖皇出面 夜伏天 也不可能保得住那截骨头 无妨 你回去赴命便是了 朱燕妖皇淡淡开口 他迈步走下 降临在朱昭身边 目光看向夜伏天所在的地方 夜伏天见过几位前辈 夜伏天微微躬身喊道 嗯 朱燕妖皇点头 他看向夜伏天道 我对那骨头也有几分兴致 能否借我一段时间研究下 看看究竟是什么骨头 他的话音落下 顿时朱强者进阶看向他 朱燕妖皇 这是何意 是真的自己想要 还是 他想帮夜伏天摆脱麻烦 前辈要看 自然没问题 夜伏天点头 他没有犹豫 直接将那截骨头取出交给朱燕妖皇 朱燕妖皇有些诧异地看了夜伏天一眼 显然没想到夜伏天会这么果决 没有一丝的犹豫就直接交出来了 之前 因朝山如此压迫 他都不肯交 如今这么轻易拿给他 就不担心他贪磨掉来 他笑着将骨头接过 随后收了起来 心想这人类年轻人 不仅天赋卓绝 智力也一样超绝 事实上夜伏天很清楚现在是什么局面 暂且不说朱燕妖皇的目的 如今这种情况 他结骨要么和英昭山换 要么就赌朱燕妖皇交给他 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但也可能朱燕妖皇是真的帮他 这时候他更不能表现出犹豫 总之 无论如何 这骨头 他是不可能留在手里的 朱燕妖皇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其实都算是解他的困局 英昭山这么一闹 且不说英昭山 妖兜之地 会有多少强者觊觎这节骨头 既然如此 我便先替你保管一段时日了 朱燕妖皇笑了笑 英昭山的强者看到这一幕脸色铁青 从夜伏天身上拿这节骨容易 但想要从天妖城霸主朱燕妖皇身上拿 那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远不是出动几尊妖皇就能解决得了的 第1390章像黄骨 朱燕妖皇看了一眼朱赵 道 你怎么也跑来了 听闻妖都风波 便来转转 朱赵回应道 你来可以 照顾好他们几个 不然 小心我扒你皮 朱燕妖皇声音霸道 朱赵瞪着眼睛 伯父 大哥自然会照顾好我们 您就不必担心了 女人族的公主微笑开口道 她通体皆白 笑容纯美 朱燕妖皇拍了拍她的肩膀 道 尤其是小雨 要是我知道你让她在外面被水欺负了 那你自己看着办 朱赵对着她咧嘴 似乎有些不爽 走吧 朱燕妖皇懒得理会她的神情 便直接踏步而行 只听天狐公出来的妖皇开口道 朱燕陛下不入我天狐公做做吗 不必了 高看不起 朱燕妖皇摆了白手道 你们还是邀请殷昭山的朋友去做做吧 叶福天看了那边一眼 随后也转身离开 叶公子 抱歉 狐妖儿轻声说道 叶福天看向她 道 和你无关 再见了 说着 便也跟着一起离开 发生着风波 她自然不可能还继续留在这里 也不会再找天狐公合作了 虽说天狐公约束不了殷昭山 但且不说约束 天狐公连中立都没有做到 只想着让她将东西交出来 化解风波 显然是向着殷昭山一方的 当然 这也正常 她一个人类修行之人 和殷昭山怎么比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也没什么好说的 她也不会太放在心上 但朋友是没得做了 叶福天他们离去之后 殷昭山的强者神色一直不好看 天狐公的妖黄走上前 来到殷昭山妖黄身前 问道 那结谷究竟是何物 殷昭山如此争夺 必是极重要的宝物 殷昭山的妖黄看向对方 她传音回应一声 十方神像黄的骨头 天狐公的妖黄心脏颤动了下 身上气息浮动 眼瞳之中射出极为锋利的光芒 他们一瞬间感觉极为心痛 传说中妖帝坐下神像 十方神像黄 天狐公妖黄传音开口说道 因昭山妖黄点头 使得对方内心再度抽出了下 纵然身为妖黄级人物 此刻依旧内心极不平静 他们天狐公 是交易了什么 用圣级的代价 交易掉了十方神像黄的骨头 这是疯了吗 恐怕这件事传出去的话 他们天狐公 已是英明扫地 以智为名的天狐公 将轮为笑话 这是他们天狐公有史以来 拿到的最强人物留下的遗物 虽然不知道其真正用处如何 但就平时方神像黄的名头 便绝对是世间罕见之宝物 然而 他们就这样交易出去 只因为天狐公的妖黄看不太懂他的用处 只知道他坚硬无比 我要上禀公主 他开口说道 这件事公主怕是要怪罪下来了 他们下面的人办事不利 恐怕都要遭到牵连 此事的分量你们清楚 不要外传了 否则一点机会都不会有 如今你们和我英昭山联手 在起源山脉从朱雁妖黄手中将之拿回来 我英昭山不会亏待你们天狐公 英昭山的妖黄传音道 先去宫中商量吧 对方说道 英昭山的强者摇头道 不了 事情迫在眉睫 我们也要回去复命 这件事为了不引起太多轰动 才低调而来 如今失败 东西落在那难缠的家伙手里 有些麻烦 必须要通禀英昭山 行 天狐公妖黄点头 随后他们各自转身 看到虚空中妖黄暗中交流 许多人也都好奇 那骨头究竟是什么 但对方显然不想外传 没有说出 不过 必是重宝 但落在朱雁妖黄手里 想拿下来也不容易 朱雁妖黄带着朱人离开 速度奇快 没过多久便来到了 妖都一座山峰之上 这里有不少修行洞府 你的棍法是何人所受 朱雁妖黄对着叶福天问道 我在下界天和黄金元族是好友 叶福天开口说道 元族 朱雁妖黄看向远方 道 棍法很不错 说着 他又取出那截骨 开口道 这骨头坚硬无比 但看起来却平淡无奇 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更不知如何来用 难怪天狐公会走眼没有看出来 放在我手上也一样看不出什么 以为只是一根坚硬的妖黄骨 你知道这是何物 不知 叶福天摇头 那你为何断定它是非凡之物 并且一直不愿和英昭山交换 朱雁妖黄又问道 我拥有一点特别的能力 能够断定此物不凡 后英昭山不惜一切 想要将之弄到手 那么只可能是我依旧低估了 它的价值 叶福天道 朱雁妖黄点头 叶福天这么想的确没错 英昭山越是想要 其价值便可能越可怕 英昭山怕是不会放弃 此物留在手里烫手 好在他们暂时以为在我手上 你自己好好处理 朱雁妖黄将之扔给叶福天道 叶福天将之接过 抬头看向朱雁妖黄道 多谢前辈 本就是你的 还真能吞恶你的不成 朱雁妖黄转身离开 不过 不要再外露了 晚辈明白 叶福天点头 朱雁妖黄离开之后 叶福天拿着手终结骨 步入一座洞府之中 黑风雕和叶福天心念相通 他守在外面 在洞府外布置了一层封禁力量 便坐在了那里 看着不远处的孔轩道 孔轩公主 我们来聊聊你和主人间的关系 孔轩回过头瞪着他 另一边 夏清渊同样回头 目光冰冷 公主不必害羞 叶也承蒙公主照顾 为公主做眉 黑风雕继续说道 你真会作死 孔轩冷淡说道 随后身形一闪直接离开 夏清渊依旧冷冰冰的看着他 黑风雕懒散的靠在那 道 公主这是怎么了 雕若烤着吃应该不错 夏清渊冷淡道 黑风雕吓得多缩了下 瞪着夏清渊 这女人太凶 绝对不能成为主母 故人雕也太危险 秋行洞府之内 夜扶天盘膝而坐 那节骨头放在身前 身躯之上一缕缕气息弥漫而出 朝着那节骨笼罩而去 区幻的古树树枝摇曳着 缠绕在节骨之上 静一点点的将它包裹在了里面 这时 那节骨释放出绚丽的金色光辉 静一点点的和区幻的枝叶相容 缓缓融为一体 随后朝着夜扶天的体内而去 一点点被吞噬入内 夜扶天的命宫之中 世界古树发出声响 在古树枝叶之中 有一节骨头 金色的光辉越来越亮 一股强横的大道威压在命中释放而出 越来越强 命宫之中 夜扶天意念所化的虚影出现在这里面 看着那节骨内心微有波澜 这股道威好强 轰隆隆 金色霞光之下 命宫似在轰鸣颤动 一股无边神圣的威压降临命宫之内 命宫都在颤动 这节骨头 像是想要破坏命宫冲出 世界古树摇曳不断 漫天之夜席卷而出 笼罩命宫世界 使之稳固如山 但即便如此 轰鸣之声依旧不断 节骨之上 爆发出无尽金色神光 像是有璀璨符纹闪耀出现 朝着天地飞去 正无尽符文化作了一尊尊金色妖像 发出相名之声 震慑天地 压他虚空 妖像黄的骨头吗 夜伏天心中暗道 内心震撼 而且 绝对不是普通的妖黄 而是一尊极其可怕的妖黄级别存在 宁宫都变得有些压抑 那无尽神像长明 金色光辉更为璀璨 那节骨之上 一道光环闪耀亮起 有一道庞大身影缓缓出现 越来越大 诸多金色神像同时朝着那一方向朝拜而去 一尊无边巍峨巨大的神像黄虚影出现在命宫世界之中 这尊神像王巍峨无边 俯瞰天地 他仿佛矗立于云巅之上 一脚踏出能够镇压万步 这一刻 夜伏天看到了一幅画面 那是一尊高达万丈的神像黄 无数神像顶礼膜拜 他于苍穹之上而行 无边粗壮的脚踩踏而下 便镇压了一方天地 他踏步而行之时 万腰匍匐在地 顶礼膜拜 仿佛猪妖之王 命宫轰鸣声越来越响 无数符文之光涌入夜伏天的脑海之中 金色神华也融入他的身躯 轰轰轰的剧烈声音震颤于命宫之内 夜伏天所在的洞符也颤动了起来 爆发出轰鸣巨响之声 外面 黑风叼眨了眨眼睛 他回过头看着里面 这什么动静 山风在摇晃着 似乎要坍塌 由璀璨到威直接贯穿了山风 开辟了一条裂缝 冲入洞符中夜伏天体内 夜伏天身躯之上 一道璀璨的光辉扶摇而上 化作一尊巨大无边的神像虚影 只见一道道身影闪烁而出 都望向夜伏天所在的洞符方向 这家伙在里面干什么 朱燕妖黄一步迈出 他同样看着那边 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这事 参悟了那节骨的奥秘吗 一位圣经人物 这方面比他还要强 而且 那是一根腰黄骨 并非是人黄所留下 这段时间是一位圣经人物